这个位置的话就是00 左边就是00 按一个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这时候就可以拖拉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缩小 我们把它稍微放大 就是放大缩小 那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特别注意啊 你不要往这个方向 一定要往这个右上的方向 那再来的话呢 他会问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其他脚点 其他脚点这地方很重要 其他的脚点就是说 我们从这边到这边 这个00 那这个点的话呢 要多少 我们就给他420297 420的话就是从这边到这边 420 那297的话就从这边到这边 297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输入 420到点 297 托点 297 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画出一个420297的一个矩形 不过呢 你会发现 奇怪怎么这么小 其实他的大小呢 在画面上来看的话 是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一个大小 那我们如果往前推 或者在滚轮上快速点两下 你会发现他自动就会放到